提摩泰前书第五章 不可言则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清清洁洁的, 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 便叫她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 报答亲恩, 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 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 但那好艳乐的寡妇, 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 这些事你要嘱咐她们, 叫她们无可指责。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寡妇记在册子上, 必须年纪到六十岁, 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如养育儿女, 接待远人, 洗圣徒的脚, 救济遭难的人, 竭力行各样善事。 至于年轻的寡妇, 就可以辞她, 因为她们的情欲发动, 违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要嫁人。 她们被定罪, 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 并且她们又习惯懒惰, 挨家闲游, 不但是懒惰, 又说长道短,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所以, 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 生养儿女, 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 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信主的妇女, 若家中有寡妇, 自己就当救济她们。 不可累着教会, 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 不可拢住她的嘴, 又说,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控告长老的成子, 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犯罪的人, 当在众人面前责备她, 叫其余的人, 也可以惧怕。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 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存成见, 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给人行按手的礼, 不可急促,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要保守自己清洁。 以你胃口不清, 屡次患病, 再不要照常喝水, 可以稍微用点酒。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 如同先到审判案前, 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 这样, 善行也有明显的, 那不明显的, 也不能隐藏。 请不吝点赞订阅。